广告什么也不打 咱们不干大事 趁流量什么东西 咱们不干大事 羊人不干大事 对吧 就是这个无为无志的去付出就行 对吧 说说叔叔阿姨们每个人做的事情不一样 说说羊人说心里话 咱咱直播间老哥老姐叔阿姨们 2000多人 这羊人直播间的 哥姐们换号了没有啊 健康是福阿姨的话 我这个拿小号剥就大号没剥 我怕这大号剥完之后 这两天羊人状态也不好 我影响流量 小号咱们大伙那铁粉们聊个天玩事 叔叔阿姨哥姐们能分享直播间 分享分享直播间 让更多人来到羊人直播间 新进来老哥老姐们 还有外边老哥老姐们往里进一进 能点赞的帮羊人点赞 能点的关注点的关注 好吧 羊人也不上歌的 就念记分享分享 羊人这些年的经历 叫你们更 更好的了解羊人 对吧 实在的了解羊人 就行了 在大厦里头 当时那个 当时那个 那个老大爷和奶奶 我说句话 真是很难的 羊人说心里话 上来的时候 羊人真的说 从内心发着内心的 想看看人家 叔叔心里话 我在云南的时候 好多这些老太太说 有那漏有鸭的 羊人买完的鞋 羊人视频都没拍 这回我回的话 今后我说 我就给你做饭也好 干啥也好 或者让羊人看的 经历这些事情 羊人都得录下来 记住一下 有些是为啥我没拍 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拍短视频的 对吧 给钱啥的 因为羊人现在说这个 毕竟我现在条件有限 对吧 你说我说 我不给吧 还不好 大伙直播间很多网友都说 你看羊人是吧 买点肉就买点东西 就给老人拿来拿三刀二百的是吧 其实说心里话啊 他没处境 他这个处境的话 拿到三刀二百不多 叔阿姨我说是不是 是不是三刀二百不多 对吧 但这个三刀二百分谁拿 羊人要有那时候 我开酒厂的时候 对吧 我有那时候 那羊人可以去拿 对不对 那就是你多大能力 东北话多大屁股穿多多裤裳 你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就行了 你就是几十块钱的能力 一百块钱能力 你办一百块钱的事就行了 有什么必要啊 买鞋买完衣服了 买完就行了 给买点肉 对吧 家里吃不上的 喝不上的买点东西 就行了 你这有能力吗 那你就说 你有能力多有的话就拿死那二百的 没有的话就拿 你就没拿 有些人上的就去把摆拍 是吧 拍完就把钱给人要回来 懂吗 叔叔阿姨姐吗 我说话 我说话明白吧 有些东西你们就看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羊人我要做 我就真真实实的 不整那虚头挖脑的 对吧 你现在是 羊人现在是啥也不是 是 等羊人直播间现在现在两千多人 等羊人直播间上万 就上万人的时候 或上十万人八万人的时候 你说那你说 你叫你大伙 你给你弄完之后 你多难受 对不对呀 咱是讲长远去做 叔叔阿姨姐们 很多人给他摆拍的 做流量 很正常 但是你对老人好就行 你真真实实对老人好就行了 你说我说对不对 叔叔阿姨姐们 就是你拿三到二百给老人 你拍这视频也无所谓 对吧 你为啥 给社会 做正能量吗 做直播 这可以的拍短视频 没毛病 看的话就给你感动 对吧 对老人好一点 关爱老人 正能量 可以的 但是你别急吧 你别的好 拍完那个 我不说是谁呀 一看他嘛看着了 你别急不拿三到五百给你 拍完视频 把你钱都要回来 对不叔叔阿姨姐们 静他妈这样的 我看着态度了 就我都 我都想把他给录下来 是吧 懂吗叔叔阿姨姐们 就在云南拍段着 我都想把他给录下来 我不说是谁是吧 静这样的 说杨生这视频我就不想拍 对吧我杨生看老头 对吧德爱上老头 我说实话 被人之说那个那是真实嘎嘎真实 说心里话是吧 老头我没买啥我就买点鸡蛋买点面包 我一个老乡好大呀 对吧我就买点东西 就在前上的鸡蛋就面包不说的那个鸡蛋不说 对吧你家有肉的话你和平的行呢 我说实话啊 杨生有就扔三到两百 没有的话我就买花百八十五千我买这个我能买的我这个一份孝顺就行了 但有的直播有的拍摄视频就不不按正常 套路出牌流量大呀 一百万点赞 啊 洋人做也能做 我说其中话 我就不带点款我卖套房子 我就不拿着一百万砸 对吧叔小姐吗 我卖到房子我都会带点款我身边朋友借点 我砸吧 我流量砸这大伙的 对不对叔小姐吗 就没有我感觉没有多大意义是吧 就是我就是真实自己把自己拍出去就行了 对吧 咱经历什么事拍什么事 对吧 经历什么事把什么事做好就行了 说说叔小姐吗 心气的老哥老姐们 喜欢羊子的 感觉羊子真实的 对吧 公平打个真实 感觉羊子值得你们教的 对吧叔小姐们 再来直播间老哥老姐们 值得你们教你感觉打个值得 好吧 心气的老哥老姐们 这咱直播间哥姐们 创业试过外的 或者外边直播间没进来的 聊会天的 感觉羊子这个东北汉的 值得交个朋友的 给羊子留个 留个关注 留个小关小助 直播间点赞现在期望五了 直播间 分享分享直播间 让你们把你们朋友圈分享 好吧就你们身边的朋友的支持支持羊子 好吧 帮羊子点点赞上的 分享分享直播间了 到时候羊子回去 没事赏着好了 你们唱着歌 没人给你唱着歌 以前我有升卡 但我没用 我还会把他升卡找一找 看看行不行 那不是 说话是太费劲了 确实费劲啊 羊子比有一个 就是 呃 实打实的就是非常随性的 直播咱也不拘束 你看我最早这个义务这个 你没看着我站在哪那块 清口夜市 对吧 几万人看着羊子 我跟这我都不拘束啊 就你了 10万人20万人看着我也不拘束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 对吧 我活我自己为啥到别人看呢 直播间 书来给你们有喜欢我的留在我直播间 咱就聊聊天 对吧 不喜欢我 就在我直播间进来之后就走就完事了 非常简单 喜欢你的人 这辈子会支持你 不喜欢的人你说什么也没用 对吧 支持羊子哥姐们 支持羊子哥姐们2366人看谁能支持羊子公民打支持 罢瓶 一人打三两个支持来我看谁能支持来 能点赞帮羊子点赞啊 小号呢咱今天就聊一会儿天啊 羊子也不多聊聊天啊 明天我回昆明啊 明天回昆明 我这一年 走了多少地方啊 羊子给你们汇报一下 在2023年到2024年 感谢我所有大哥 羊子支持啊 羊子找到多少地方 从 山东开始出发 到江西 从江西到义务 从义务到贵州 从贵州到云南 云南又到江西 江西又到义务 义务到贵州 北京 北京 好了去那边是 哈尔滨 藏白山 霸鱼圈 嗯 长春 沈阳 海城 这又到昆明 昆明 府顶 安息 仙游 洋人一年走这些地方 输了一个 这是2023年到2024年 贵州 真的输了些门 有些时候 自己要 自己要 自己要不经历化 这么一块弄得着 福星高照 说实话啊 就是 他们拍短视频 肯定是有很多短视频撞一流的嘛 就看看 热闹就完事了 很多 神明天所有说 我说心里话啊 很多拍断着 都是假的 懂吗 我今天给你讲一讲啊 很多拍断都是假 就是一个断着 你就当断着看完事 就跟电视剧看就行了 说啥一个节目懂吗 他没有这个财力和物力 对吧 他们也没有这个精神头去做的事 他们也没有东西去做 对吧 他人生中他没有这个阅历 但是研究流量大 懂吧 就割这帮人硬割 就是硬割人直播界所有说来 就硬割 我说实话啊 就是你在全网上你任何拿一个视频来 杨人跟你说 我都跟你说出来了 他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假的 说咱为什么不诋毁 咱也没有说铁头的牛逼 对吧 咱也没有说那个 咱直播间哥姐们这个大网红的牛逼 所以说咱就把自己做好的事 因为这个我跟你说 树大招风 你自己不把自己就把自己做好 这个杀瓜了咋够养活自己 自己慢慢发展 或者以后就有这些粉丝 树阿姨们认可你 对吧你慢慢去做完事 你也别诋毁谁谁什么的 对吧你诋毁我说群穷而公之 懂吗 我说没毛呢 杨说没毛呢 就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你自己都没做好 屁股都没插干净 你上干净你说别人的 叔叔爱个姐们人家会怎么说你 我说没毛呢 叔叔爱个姐们 说说杨人的 除你以后呢 说句心理话啊 就这大伙聊聊天 杨说心理话 这个号杨人也没带货 就是聊聊天 直到慢慢聊就聊有杨人 到底是杨人在你们心目中 是不是实实在在的 昨天说 昨天我说稀里话 我两年我就买了一身衣服 你们信吗 杨人以前买的衣服都上千块钱 大几千块钱 我对我的柜里西服 老多了 一二批油都打几千上万 这是这是没有办法了 出外边 天天穿的大米脸服 穿的一二我就拍那视频穿的油我穿多少钱 我穿了一年了 六十五块钱 还在义务当时卖那件义务批发的时候 实话实说 胡说我都不管我都没有心事管 但你外边你出差了 想当当以前 叔叔阿姨跟你们很多朋友都认识上 咱也不能长得太邋遢 你这时候你外边都太邋遢了 你也不是 你也不尊重 别的朋友 你比如我上昆仑大哥的去上上 上深圳雨面的去 我穿大米脸服就我是大网红 就一天 或者有一天我成为 有一席之地了 也不能穿的邋遢 因为你穿的干干净净的 你叫别人坐着也舒服 对吧叔叔阿姨姐们 手表 我当初我就有 陪伴我多少年了 叔叔阿姨姐们 不是杨子装 实话实说 真的 咱做人不说低调不低调啊 女们就说就是 踏踏实实实这个去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对吧认真真把自己做好 我希望说 有一天那叔叔阿姨哥姐们 杨子真正做 回归尸体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大伙叔叔阿姨哥姐们见见面了 聊聊天了 说杨子当时看杨子视频的时候或者杨子怎么这么地了 对吧 咱们再一起做一做 聊聊天 接触接触 到杨子来的话杨子热情款待 大伙一起拍个视频 一起做一做 这样不挺好吗 对头说来个姐们 是不是说来姐们 啊 点击左上角 杨子旁边有个 五角星 感谢啊 加粉人弄牌的啊 加粉人团的 是不是叔阿姨们 啥说你们这时候来的时候 杨子真正的话 哎呦就回归尸体的时候 那时候你们真正看杨子是不是 是不是 你想 你们想那样 那时候你们来的时候 拍视频 比如昆仑大哥来了 雨妹来了 上北京来找我来了 我上哪个 我这做买卖 大伙见到面了 是吧 你看那时候亲不亲 那嘎嘎亲 我说实话那时候嘎嘎亲 杨子你小时候真真实 你互联网看你啥样 现场当中你看你啥样 对吧 一点不会变 那就是我自己 对吧有些人的互联网 嘎嘎什么种 整那一出 完了之后回去 说一到粉丝 见的时候 请吃个饭都跑 有都是这样人 给粉丝的话花三到五百 的话花千万百元 舍不低 我说我都说实话啊 这人能把百分之八十都有都是 对吧 把你们钱挣都是一刀里来 对吧 叫你这直播间叫爷爷奶都行 到是真正时候动真格的时候 对吧 就东北坏狗懒人都不是 太多了 说说书抓个紧嘛真正的 能能从互联网上 大伙慢慢接触真正接着真正的朋友 对吧 有朋之友方来不亦乐乎 到那时候说 朋友说来的时候多的时候大伙热闹闹闹闹 对吧交个朋友 对吧 你分享分享 当初你们做生意的时候 行阳哥 就当初你们做生意的时候 对吧 怎么这么地的 对吧 咱们分享分享 你比如我阳哥来了 我们俩从 我们俩从昆明见面 我阳哥在加拿大 大哥的话 肯定是人生的阅历 对吧 那大哥阅历时候 大概怎么去加拿大呀 对吧 大哥跟你分享分享 为啥当初这昆明虚假大了 大家做什么生意 大哥分享分享 我们哥俩出过视频 对吧 我阳哥都正能练的 也不也不给大哥的哈 对吧 那家伙出视频 一吃吃东西 大哥到我说昆明吃什么美食 一见面我们哥俩把握手 视频就开始录 对吧 大哥分享他人生的经历时候 他可能有他的辛酸苦辣 对吧 上加拿大的时候 他有他当初这 怎么我们去的 对吧 一讲这个过程 一拍一笑视频一拍 大哥从 从昆明我们俩吃点 当地特赦 这不就行了吗 非常真实的一个脚本 实打实的拍出 对吧 我没有我机会我上我大哥 上加拿大找我大哥的 我帮我护照我去找大哥 大哥待两天 大哥一看 这个什么什么的 再把视频拍下来 对不对 书拉姐们 我说没办法 我上上海我大哥的 昆明大哥去 我上雨门去 对吧 视频就可以随便拍 书拉姐们 但是播放量不高 但是咱那粉丝年性 你信不信书拉姐们 你播放量不你高的 就是你直播间你人气再高 你上万人 我说心里话 他不一定比咱家人体 上万人 在直播看他 看他 他不一定有咱家直播间 2488人体 信不信不搁结吗 信打个信来 24900人 他不低我 不低我直播间2490人 为什么呢 因为 跟他的年性 只是上了个 有的有的直播间粉丝 耗羊毛来了 对吧 9块9 9块9 19块91 好玩人走了 他不是 铁粉 对吧 就跟交朋友交经历朋友是一个概念 我好玩你就走了 但是咱直播间2000多人 输拉姐姐们 我说句话 我羊子直播的时候 嘎嘎的陪到最后 有需要是嘎嘎的支持羊子 那不一样的 懂吗 蚂蚁虽小 那武藏俱全 咱们凝聚就是利 我为啥羊子不打PK 我直播间我从来没打过一式PK 很多主播连我卖 我都不打PK 为什么 我叫我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 吃上羊子的买上羊子的好东西 我不叫我直播间 这叔叔阿姨哥们我打PK把这钱 刷出去 对吧 这叫啥呢 这他妈就叫啥呢 这叫圈人 懂一点人有越来一点人 咱直播间到40岁以上的人 对吧有的六七十岁五六十岁的 什么没见过 叫你个小猫孩子给我圈了 我给你刷这些礼物 那么纯扯淡的吗 我朋友大哥一晚上看哪个漂亮美女 一晚上刷两万五千 我嫂子不吃的你 你这工资上送哪去了 对不大哥呀 你两万五千来买可以买一万五千东西 五千东西回家老婆孩子吃着 没说的 对吧你送给朋友的话朋友还领你个情 你刷这主播来 对面喊你大哥 对面喊你大哥 是吧 钱刷出来了 刷你脑子晚上就脑子疼了 对不对我说乱一个地方我说实话 为什么羊肉羊肉做娱乐主播的话 我可以说全网我唱歌好 我做娱乐主播我也不至于不至于任何人 信不信吗 本身以前 我在那时候某米的时候 对吧某客的时候 羊肉的话 我是做啥呢 我可以呢我做工会的 我下班我也将近几十个主播呢 我羊肉做主播我绰绰有余的 我打PK我绰绰有余我背之心就行了干他 对位叔叔阿姐们 羊肉为什么不干这事 现在本身 每个人都挺不容易 是吧 你拿着正经八本的本事 你出来做什么那种 天天的妈圈的 从那边圈那边 啊从那边圈那个那那边啊 平台的我去那边的那都圈到这个啊 都活不下去了 我不说是谁 对吧 毕宝有这样人 明白一点的人 但凡的做一点生有一点经常头脑的 都看出来了 是不是 竟那些那妈撒逼给刷了一碗的刷的那妈的 那妈桃花岛刷的那妈百八十万那么大哥有钱 没地方显得看着喊着大哥 啊 心里安慰 刷完晚上就把刷完之后 你把你给你吃个饭都不尿你了 尤其那些小姑娘 刷完之后 大哥长大哥短的 你想吃个饭你又想别的想法你扯淡的是吧 你就专门玩这个的 对吧叔叔阿姐姐们羊肉说的没毛用吧 所以羊肉为啥不打PK 我有那钱就叔叔阿姨给你们买点货 PK PK打PK干好呀 我打PK的话我直播我打PK我长粉丝肯定快 我嘎嘎快我唱着打PK我谁不服呢 是吧我都懂我框个生卡就行了 对不对叔叔阿姐们就是 真正懂得说拿着个粉丝 当自己的家人 拿着粉丝当自己的当自己的真正的叔叔阿姨这个一家人 去处的话完全不会正有心态的 对吧 你看羊肉的时候一直播说就叔叔阿姨给你们刷个小礼物啊 对吧上热度 你想啊为啥我不叫一个人单人刷 一人刷一毛钱 就我直播间2250人刷一毛钱刷多少钱 叔叔阿姨你们算是刷一毛钱刷多少钱 对吧 就刷2250的刷那热度 一毛钱的多少钱平台扣点的去的扣点 到羊手的都到几十块钱 对吧 但是我热度我热度写就行了 因为你们一人刷一毛钱 咱直播间2557人 一人刷一毛钱羊肉热度啪就上来了 我就有新粉丝进来 我就有新粉丝在我直播间停留 在我直播间聊天 那个羊留个小关小助 我一天长了三十十四五十的话 我是不是慢慢粉丝积累下来 慢慢了解羊肉的 对吧就买过羊肉货了 对羊肉又认可了 叔叔感谢我灰哥啊 是不是叔叔阿姨姐吗 羊肉没叫你们刷我说灰哥 我逮着灰哥灰哥你给羊肉刷桃花岛 没说过吧 除了说我真正说赶着哪个插口的 对吧哪个美女连伴 我说你对面给刷个眼镜喊在大哥 你大哥真给面 最高就喊着一个眼镜 这是实话实说 对吧叔阿姨们 我现在我最起码的 我这张脸 在视频号上 可以说直播的话 拿哪个号 会开播的话 都有啥呢 万八千人 有几千人 这小号开播 对吧也有这些人 说老哥老姐们 叔叔阿姨哥姐们 感谢你们支持感谢啊 感谢东义上品给那个东义上品点点关注啊 不用刷太多就是一人刷一个小红星就完事啊 好吧 你像别人的话那个直播间的话你开玩笑开玩笑说 你看我拿开玩笑说 那大哥拿盆 我大哥给刷蛮头说 是吧那娱乐效果 对吧直播效果 你直播间石板沉沉的 没有意义 对吧 凝聚才是力量 你叫我昆仑大哥一晚上天天给我刷一晚上天天给我刷一千块钱 我昆仑大哥呢也能刷去了 但是你可一个人 没有意义大哥刷一千五千 大哥买一月过多不消费 大哥每月开 他工资都做企业 给羊子消费个 三千两千的 一千两千的不就行了吗 你大伙说来个姐们 两千块八十一人 一个人给羊子一月消费一两千的买点东西 对吧感觉值得 羊子的话我我羊子不就起来了吗 就好起来了吗 一单羊子挣3块5块的羊子不给羊子挣起来了吗 我说都实话 凝聚才是力量 对吧 你指这些 直播下说说说阿姨哥你们 我只知道些人 啊 只当个人去捧羊子捧不起来 是叔叔阿姨哥你们全部能支持羊子 羊子能起来了 能支持养人公民打个支持的 你们过年有去昆明的吗 叔叔阿姨哥姐们两千五百九十世人 有去昆明的吗 有去昆明的有时间上羊子做一做啊 呃羊子呢 别的不给你们做 对吧 上咱那院里的咱吃个饭啊 咱们聚一聚 说羊子呢 咱们一起开播也行不开播也行 羊子陪伴你们 数啥一个你们 对吧 今天过年羊子的昆明 呃他们那个大龙大新呢 要这边陪我过年呢 他们我们就杀个啥也过 他们不陪我呢 我就这个一人昆明过 我说了过年 羊子呢 就在昆明了 哪儿不去了 这是我回忆说哪儿不去了 我就是基本就天天直播 天天直播拍短视频了 天天拍短视频的直播 货都不都不带了 啊年前要是有腊肉 黑分的哈 赶上一波的物流能发呢 羊子的带拨蓝梅和那个腊肉 没有没有羊子货都不带了 就是拍短视频 直播 咱们大伙一起聊天 对吧 我找 找 能帮助的就去帮助我 把短视频我之后想一想 好吧说完一个点吗 说说羊子说 每个人创业的时候 都挺不容易 因为这一波呢 羊子说心里话 勤劲哪说羊子说心里话啊 那是 直播间我说句话 他连麦的话 我羊子说心里话 我都现在在事业上呢 搞对象的心 羊子现在都没有没有想到 懂吗说完点吗 对吧 都没想到 北京美丽会陪你过年吗 他也不 现在 虚人党的话你不是下雪吗 那个那个 那边那个 我说那边挺冷了 我说不行的话就别过去了 感情的说吧 起码事业做一说吧 明天一年就 奔事业 要不是我感觉 成桃花岛岛主也不好 是不是 是不是 成桃花岛主岛主的话 羊子也不好 好 行好好的 好的姨啊 对 那个 行 一定让他多待多少时间 我还说一说那个 直播间所有哥姐吗 就是羊子说心里话 就是 先把事业做起来吧 摸摸当当的 把东西做好 啊 你也需要一年的时间 我下功夫 把流量做起来 把人做好 完了咱直播间老哥老姐吗 叔阿姨们 你没有真正的说那个 真正在我直播间有大老板的 在我直播间的有羊子贵人的 能支柱羊子一把呢 我不需要你别的支柱 我就需要啥呢 假如大哥你没有这个成功经验的 给羊子咱们我去去拜访你 对吧 给羊子分享分享 羊子给你们录个视 一起录个视频 咱们我向你一起 学一学习 他当初你怎么走出来的 对吧 那个当初这个怎么认的哈 对吧 分享分享你的经历 我感觉这样的视频是有人生的有价值 对吧 师傅才有价值呢 你比如说 成哥也好 全哥也好 对吧 咱那个熊哥也好 昆仑大哥也好 那这样我们录视频 比如给创业的人 对吧 他有 人生低谷的时候 我们视频一出的时候 都有这个经历 我知不见 只要是在做过生意的人 以40岁以上的人 都会有这经历的 对吧 只是年代不同 对吧 有很多你像我去南方这话 来说的话 你像安息 你像大美他家 我说实话 严家家 家如是经查了55年 只为那书乱个节目 我可以说的话 对吧 55年 什么概念 就是人从主到辈 就今后有小孩之后 下一辈 还是 经 经 经那个那个 桌子茶 这买卖的 从爷爷那辈 到他爸那辈 到他 那边 到他今后有小孩那辈 都是都是经营这买卖的 就是南方人 我去哪 那个卖香那个那个 香那个 他是那个 老板是河南的 他们一家的 从上边一辈 到下边一辈 全是经营这个 懂吧 三冬 在三冬 很多时候做蔬菜的 他们家族 做水果的 对吧 还有常在做这个 酒厂的 都是一辈一辈的在做 对吧 叔叔阿姨姐们 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 说说羊人呢 在我直播间 有些叔叔阿姨哥姐们 人生中有财富的叔叔阿姨哥姐们 能遇到贵人 到时候那个 多指教指教 羊人 对吧 羊人向你们虚心学习 羊人今天直播的时候 今天讲的羊人自己的 精神经历 乃至于说这个经历干过什么 怎么去干的 一直在坚持 还有说哪个干的不明白 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说实话啊 你们月里比羊人多 吃鞋盐比羊人多 给羊人指点明经 对吧 下不怎么去找 或者说那 叔叔阿姨姐们 感觉羊人 是个 呃 那话怎么说的 对羊人 挺喜欢的 对吧 完了给羊人 指点指点明经 实话实说啊 输了一个姐们 只有这样的话 我感觉我会更快的成长 真的输了一个姐们 啊 这样不就少走弯路吗 对吧 叔叔阿姨姐们 所以说叔叔阿姨姐们 真是 就是 在羊人真生最低谷的时候 就你们这种 支持啊 直播间的帮羊人点赞了 分享直播间了 对吧 帮羊人刷礼物了 对吧 这种支持 真的是羊人这辈子忘不了的 因为啥 在我 最难的时候 真的我永远忘不了 说叔阿姨们这种 陪伴 因为用时间的陪伴 时间是最宝贵的 你像我昆龙大哥 从那边过这边 真的就是说起这话 是真正的 一直支持的兄弟 大哥啊 就啥也不说了 兄弟就传这证了 等兄弟有一天 真的只能起来 你看兄弟咋办事 大哥你就知道了 对 真是这样 有好功能要珍惜 有好功能肯定要珍惜 完了拧着了 不能另外见好功能了 另外见好功能的话 是不见所有叔叔阿姨们都说我是桃花道桃乳了 是吧 这不行的是吧 你们见好姑娘的话 直播间说说什么 羊子 都成桃花道桃乳了 大美是个好姑娘 大美呀 虽然嘴大 大美是 脸大 嘴大 个大 脚大 哪都大 真的说什么 大美的话 做生意 我说西里话 那天过生那天我真不知道过生 骑摩托蛇他说吃麻辣烫的 我哪有脑子反映着迟钝 说西里话啊 我吃麻辣吃麻辣烫 是吧 花了六十三块钱两碗两个人吃了两碗麻辣烫 他问我吃辣的 我说我 我说我辣的不怎么吃 之后呢他就带我去那个吃麻辣烫的 我行人我行人说西里话啊 他问我去会骑摩托车 杨人说西里话啊 我说那个 摩托车我不会骑 但是杨人真是那个散一晃呀 这出来就是杨人说 我从小就会骑 我在高中我就骑过 就那个 刘德华骑过那帕赛 实话那是我二哥的 那个车 我真骑不了 骑不了是我行人啥那杨人 当时他那个他他打火我打不着他 他踢着 他那踢着一挂过的 那伙就着了是吧 我那后边的话他也不搂我 叔叔爱个姐吗 我杨人当时心里骑人之后 我说你不搂我 有招就搂我说 完了我 这不是这个一骑的时候 一给油门一搂刹车 一顿他不就往前 就搂你了是吧 顿两下就搂你了 就他杀不开手就开始搂着杨人 吃麻辣烫的时候 我说那个 我说你手又冷的话 摔我那苗兜里 我穿那白苗 穿我兜里 是吧那咋得懂得关心人呢 叔叔爱个姐吗 我当时那个 大美吧 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大美的性格非常直爽啊 就是 南方的姑娘啊 人从小到大 就是惊杀 叔叔爱个姐吗 你就不服气不行 就从小到大就惊杀 人家族是从小到大就熏陶的 就是你不骄影都会 对吧叔叔爱个姐吗 像我们北方 父母的话种大地的养猪养鸡的 他没经历着过经商的东西 你别是经历我有下一代的时候 你身边的话你天天带着他 他从小就懂经商 你信不信叔爱姐吗 你父母做生意他在你身边他长大的话 那小孩的话念书啥的天天玩啥的 他就往圈里头从小就懂 就熏陶的 你看我在义务的时候 我进那个 我一店的经货的时候 那小孩卖那个黄瓜的时候 那小男孩 打嘎嘎咧的嘴 嘴皮是吧 叔叔阿姨哥姐们 就是叔叔叔叔阿姨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他说那个今天的黄瓜非常新鲜 那小孩的嘎嘎的 那时候几岁啊 七八岁的小孩 你想一想 还有义务那种摊胃的 上来说那个怎么什么的的 他会说两句英文的 那小孩 从小就经商 说说 每个人点不一样 你说大美 杨人说你说杨人说那个 大美说你 那个那个那个 你稀罕吗 稀罕 真稀罕 但是就年龄 昆仁大哥说 你这小是吧 尽快说 他妈年龄不是差 不是那哈 是吧 你要这样的话 你这辈子那哈 但是叔叔阿姨就我说心里话啊 年龄差太多了 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嘛 2718人来 老老姐能点赞吗 杨人点赞啊 能分享直播间分享分享 直播间 完了明天的现在在义务的明天回昆明的话 杨人的明天10点半左右 我过得这昆明一个人过年了 也没办法 对吧 选择这个行业了 坚持去做就完事了 谁要杨人这个 这话怎么说的 这好的时候没把握好 人都不顺的时候 经历过 慢慢就懂了 当你没经历过的时候 酸甜苦辣的时候 真的不懂 等经历酸甜苦辣的时候 慢慢就懂了 所以说直播间所有的老哥老姐们 叔阿姨们 能相信杨人东山寨起的 老哥老姐们 把公平打两个字加油 帮杨人打到底细 让新进来的哥姐们 外边的哥姐们往里进进 新进来的哥姐们 帮杨人留个小关小助 能分享直播间 分享分享直播间 直播间所有大哥大姐们 叔叔阿姨们 能打加油的 感谢我 陈墨世金 感谢我深情 感谢方建强大哥 感谢坤仁大哥 感谢阿兰 感谢丽姐 感谢梅姐 感谢雨妹 感谢霞光姐 感谢娟姐 感谢一生平安 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们 叔叔阿姨们 感谢平安师傅 感谢玉敏 感谢我杨哥 感谢夏天阿姨 感谢强哥 感谢我大哥啊 感谢直播间英文大哥 感谢冲头战来 感谢依依 感谢百亿百顺 感谢金凤英阿姨啊 感谢方朝 感谢我权哥 直播间说老哥老姐们 能支持杨人的 今天在我直播间 杨人啥不是给你报权的啊 感谢安妮姐 感谢我大哥啊 感谢直播间 感谢英姐啊 感谢 苏州高老师 老哥老姐们 真的啊 杨人从大号直播 到小号直播 叔叔阿姨哥姐们 是不离不弃的 杨人真的内心啥也别说了啊 等着杨人真正好起那天 杨人向你们保证 今天在我所有直播间2744人 杨人向你们保证一点 等杨人从互联网 视频号这个平台 杨人真正好起那天 叔叔阿姨哥姐们 杨人不忘初心 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等杨人好起那天 杨人是只能拿什么 拿杨人卖货的产品回报你们 杨人拿品质 拿价格回报你们 叔阿姨姐们 杨人还可以啥呢 你们真正的 啊 啥时候杨人做实体的时候 回归实体的时候 或者通过互联网 咱们认识到相识相知 来昆明 对吧 杨人或在北京 在哪块时候你们会看着了 杨人从 点点滴滴的创业 你们全部会看见了 到时候你们 直播间所有说 你们过年有时候来昆明的时候 杨人不管说别的 周期马 杨人呢 咱们吃个饭 咱们见一面 咱们常的 咱们梳杀一个节目 咱们再一起做一做 对吧 能跟杨人说的 赏个脸的拍个短视频的 咱们一起拍个短视频 行不行哥姐们 啥时候过年你们来玩的时候 杨人的不过说热情款待 有什么吃什么 但是杨人绝对用心 亲力亲为给你们做 或者在外边吃的时候 叫你吃当地的特色 梳杀一个节目 这就是杨人 现在的能力 等杨人有一天 好起来一天通过互联网 杨人呢把外账还了 对吧 叔叔阿姨哥姐们给杨人捧起来的 对吧 杨人那时候把这品质和价格 杨人往下再做 对吧那时候流量大时候 杨人可以把这东西 叫叔叔阿姨哥姐们 得到更大的实惠 行不行叔叔阿姨姐们 这杨人是不忘初心 向你们保障的 对吧 但有这些叔叔阿姨哥姐们 杨人哪做不到位的 或杨人呢 没给叔叔阿姨做好的 希望叔叔阿姨哥姐们多理解杨人 还有我的朋友多理解理解我 对吧 人生中都会有低谷的时候 人生中都会 人不是实权实美的 真的啊 都互相 理解一下 互相包容一下 希望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 这一个 背着外债的 啊 说心里话 一直在创业 不停的努力的 一个将近40岁的人了 属老鼠的 对吧 希望你们多理解 多支持 真正的 懂我的人 2024年咱们会 一直的陪伴我 一直咱们一起 共同的走下去 杨人呢 不管说别的 我就用心用意 把我自己的事情 当下的事情做好 啊 给叔叔阿姨哥姐们 啊 吃到一个健康的 用的这个 养着这个用 我说心里话 我都亲里亲为资格 去做就行了 哪做的不好的 叔叔阿姨哥姐们 多多担待 多多理解 养着改进 感谢你们 真的感谢了 说你们 啊 谁适不适合我 就是 林妹适合我 谁不适合我 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说心里话啊 适不适合我 我都 对我来说 羊人都无所谓了 等老高老姐吗 叔阿姨们 我只想把现在我的 事业先做好 这是羊人 第一步 事业不做好 叔叔阿姨哥姐们 船都等于零 对吧 你都给人解决不了 温饱 怎么跟随你 就是现在 咱直播节所有 叔阿姨们 咱家阿姨的 叔叔的 我就说一话 你家儿子也好 闺女好 娶喜就是说 你给人房子买到房子买不起 买车买不起 儿子也要抄你要的话 你怎么弄 就叔阿姨你们怎么弄 这最现实的吧 但是你们积累了一倍的 咱们那点钱 这姑娘要是 这姑娘要娶了喜妇 我说实话 他要孝顺 你们晚年能降福 他要不孝顺 你晚年能降福都降不上 对不对 叔叔阿姨姐们 那你要没有这个money 就养着说句话 你现在我 也跟你在一起 就是 在东北 叶种那块大伙 叔叔阿姨知道不 有没有知道叶种的公平打 知道 就叶种 要是去东北的时候 你这一想 为什么不行呢 你想不想他爸说的话 就是因为 直播节所有 叔叔阿姨们 就说一句话 很现实的一句话 你养着你外面 背着外帐 背太多了 也跟你在一起 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们 也跟你担那外帐的话 你给人家照了很多麻烦 你可以选择谁都可以 但是你跟叶种说句话 还没有基础的感情 对吧 我们俩有一年两年基础的感情 这是可以的 人家父亲能接受了 就了解人家人品 你跟他刚刚见几天 你凭什么帮你 你叫闺女帮你背几百万外帐 大几百万外帐 你不会帮你的 是不是叔叔阿姨们 我说没毛病吧 这是 人之常行 江西比心的 所以咱挑人挑人 挑任何招贴 挑不着 对吧 从里面这块更不用说了 对吧 杨人已经花了这些钱了 在他身上的话 他弟弟身上 他家的身上 我花了很多很多 说的有没有意义吗 有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们给我什么 他给不了我任何事 任何都给不了我 给我一个人 给我一个心都给不了 和我给别的呢 你们说对吧 大美 对吧 人家是确实对杨人认可 但是杨人差了15岁 你想一想 我别给自己找没趣 书杨人给讲 我说实话啊 别给自己找没趣 我知道我几针几脸 到那去 可不是这样 好两天半 三天五天 十天八天的 到时人家父亲不同意 我们俩包桌 包哥俩说 要不同意的话 连朋友都做不成 我是明白人 我不能明白装糊涂 就说那黑那琴琴 你们看着挺好 对吧 非给我劲那个 扒着没一匹 所以说就不考虑事情了 杨人就把这个踏踏实实 把自己做好完事 我考虑干啥呀 我这昆明我踏踏实实 我去做 我事业做起来了 我找个 找个哪哈 两只 两只腿都还包着 对不舒适一点吗 我杨人说实话 我把事业做起来 我都把事业 我用一年两年的事业 我事业做起来 我事业上二岁 我找个小十岁 比我八小八岁的 我都找不着了 我杨人长得有 有鼻有眼的 我长得也不是 缺鼻少眼的磕着 就是黑点 眉毛我也说啥个解吗